朋友们好,我是石头 师傅们在这边改造房子 现在我要去河壁看一块地 准备把那块地给租下来 以后我们在这边种点菜 种点发发草草 我们在院子的这块位置 挖了一些土出来 然后准备在这里搭建一个鱼池 其实这块地就在茶室的旁边 但是现在是被这样的一条小河道给隔开了 目前的话还没有路走过去 所以我们只能沿着房子的背后 走过去看一下 这边的台子还没搭建好 花了很多时间了 这是我们昨天拉过来的沙子 还有一些砖 今天早上才拉过来的 还没拉完 又是一千多块这样的红砖 这是两顿的水泥 已经用了很多了 房子背后的橘子地是早熟的品种 到国庆的时候应该就可以吃了 这也是一个甜度很好 皮子很薄的品种 可以看一下 这个时候已经是长了这么大了 整个村子里面 种这样的橘子树是很多的 基本上很少有人种玉米 种稻谷 都是种柑橘的多 背后的杂草长得真是深了 几乎快长到我们的砖墙位置了 可看到屋顶上的瓦片 还是盖得比较齐整的 朋友们到下午快到天黑的时候 这些树上很多鸟儿晚上就在树上休息 所以说每天早上我们过来的时候 叽叽喳喳喳的 感觉就像鸟儿的天堂一样的 边走边和大家来聊吧 这是我们的进水馆 后期我们要处理一下 现在我们是暂时用水泥给覆盖了 村里面喝的都是地下水 大概一百多米深吧 这里的水自然还是挺丰富的 你像这些老百姓的家里 基本上每家每户都有自己的井吧 就是山泉水的井 但是在我们的那个地方呢 我们是不打井 因为像这样的山泉水自来水很多 我们直接用村里面的就可以了 每顿水的话好像是三块钱 这边的店还便宜 四毛钱一度店 要从这边走下去 每次我们来的时候 都是从这条路走下来的 其实也有很多朋友告诉我说 从这边修一条路到院子里面 那这栋房子就完美了 我再次告诉大家吧 这边的地都是邻居家的 如果要修路的话 必须要和邻居家买地 那就很麻烦 成本就非常大了 所以说暂时就不考虑吧 以后看情况来 如果有毕业的话 我们再买地修一条路 这一棵是核桃树 大家认识吧 但是今年是没结果子的 基本上在这边每家每户 都种的有桂花树 其实这栋房子也很好 大家可以看一下 前些天 祖人家告诉我说 如果我想租的话 可以把这栋房子租给我 顺便给大家看一下啊 也是 一二三四四开间的木房子 两边都是有厢房的 有这边是 应该是猪圈 这是一个堆放杂物的地方 大概楼层高度的话 也四米到五米左右 没多高 可利用的房间 大概有三四间左右吧 一家人居住是没什么问题的 祖人家很讲究 从山里面砍回来的柴 堆在这边 底下就是一块稻田了 再过去就是大河变 实际上 反境也是非常的好的 这栋房子的租金也是很便宜 门前有棵桂花树 车子还可以开到院子里面 那现在我们要看的这块地呢 从这边走下去 要是我长期住在这边的话 我还想种点田呢 在田里面摇点鱼 打鹅的时候 到田里面抓鱼 这边靠近河边 基本上种的蔬菜都成熟的比较早 这个时候你看辣椒 都可以吃了 那边的黄瓜都吃了好久 这边的茄子也开花 开始接了 这边应该是长豆角 住在农村里面 基本上每家每户都会种点菜 这是一棵李子树 还是角树的品种 大家可以看一下 果子这么大了 再过一段时间就可以吃了 这边都是山里面流过来的山泉水 当然如果干旱的季节 它是会干枯的 那镜头前方的这些 大家知道吧 现在有位大姐 正在宜在 这些就是红薯 红薯藤 要移过来 再栽 大概在九月十月份的时候 就可以挖红薯了 青山沥水 反正是非常好 从这边走下去 路感觉是不太好走啊 因为在河边很少有人过去 基本上都是一些钓鱼的人 来到河边钓鱼 那在这旁边就是我们的房子了 从这里走过去 就是我们准备要租的那块地了 就是这块 还挺宽 差不多是一个盐型的 作人家说是有九分地左右 现在是种了一些那个橘子树 今年才刚刚种植的 这边不用担心啊 长水的时候不会淹没这块的 因为底下有霸 一点都不用担心 看起来还挺宽的 如果把这边租下来的话 那可利用的地方还是挺不错 种点花 种点菜 把整个 这块地呢 把它修整一下 把路修出来 应该是很不错 大家也给我参考一下 这边就是小河道了 其实 要从我们院子修路过来的话 就从这个位置修也可以 但是这边是邻居家的地 不太好修 那在这块位置修一条路呢 搭建一座简易的桥 从这边过来 感觉是可以的 到了这个位置 就是大河边上了 平时 这个地方也是一个很好的钓位 比我们院门口的那块要 应该水位的话要浅一些 我们那边水比较深一些 这边也经常上一些大鲤鱼 挺不错的 那要修路的话 可以直接从这个位置修 大家觉得怎么样 就从这个位置 打建一座简易的桥 从这边走过来 这块地我们刚才和主人家谈了一下 五百块钱一年 再考虑考虑 明天再给主人家答复 朋友们在视频里面多多给我提一些参考的意见 以后万一你有机会 也可以来体验一下 种点菜 到时候 我多种一些 你们来的时候 我就在地里面摘菜 一起来吃 这个村子还算是比较富裕的 当地的老百姓 很多都是种植柑橘 还有种一些蔬菜 拿到层里面去卖 所以这边的地价格是挺贵的 这块的话是五百块钱一年 差不多九分地 你们觉得划算吗 好了 我是石头 喜欢请关注康居别院 我们下期的视频再见了 拜拜